一顧前宜蘭縣長陳定南身穿黃色雨衣 頭戴安全帽 手裡拿著筆記本 下半身幾乎泡在黃桌泥水 這是民國77年 尼爾森颱風襲擊台灣 金六節營區前水都淹到肚子了 陳定南還是堅持重回現場看災 他就安排所在乎 大乳罐 另外每一年 補助一些金額 不僅親自冒險涉水 還安排災民住進旅館 在媒體還不發達的年代 如果說他作秀又要做給誰看 上隔三十年同樣是堪災 同黨的政治人物竟然形成強烈對比 現在堪災好像在作秀一樣 有的坐戰車的 有的是行個兩步就結束了 實際的狀況都不是很清楚 就在正式學 內政部長徐國勇 二十六號上午發表淹水心理解 說淹水就像感冒 還強調農產品損失不大 養豬和養幾乎損失比較慘重 就像說我們天氣冷了 我們要多穿一件衣服 我們平常要多運動 那當然你就可以低當感冒 但是你還是會感冒 指的是有一些農產品 譬如說因為我們中元節到了 所以很多農民是在中元節之前 就開始有採收 強調是轉述學者說法 但聽完農作物損失不大一說 再看看假意災情 成了汪洋一片的幾乎都是農田 不知道受災民眾們聽聞內政部長發言 心中會作何感謝 介林醫生和蒙前黃俊綜合報導